第十八章 战斗二十一层 无尽的黑暗寂静一片 桥面不断延伸向黑暗深处 罗锋心犹如冰封的火山 虽极度冷静 可冰封下却是那沸腾的岩浆 第二十一层守观者 完整的空间法则 罗锋默默道 封王巅峰强者 封王极限强者 以及封王无敌的存在 都只是第二十层 他们的资质天赋物性 或许相差不少 外在资源宝物等等 或许相差更多 可一样都没法跨出最后一步 为何 就是因为这最后一步太难 真眼王 凭借诸多手段 能媲美普通宇宙尊者 可也跨不出最后一步 一步 便是真正登天 封王强者再厉害 只能算是宇宙中的强者 而宇宙尊者 才是纵横宇宙的超级存在 而天石公主 西罗多一流 更是宇宙中的一方霸主 至于混沌成主等等 那已然堪称宇宙中 最巅峰的一群存在了 第二十层和第二十一层 看似一步之遥 可这一步 实际上差别甚至不亚于 第一层到第二十层的总和 罗锋速度骤减 前方便是这一层通天桥的尽头 尽头处正有着一颗直径两米多的球体 求修周围空间完全扭曲碎裂 大量空间碎片环绕周围 闯通天桥每三层一个环境 第十九层到第二十一层都是黑洞环境 之前都是在黑洞外围飞行 现在总算见到所谓的黑洞了 罗锋看着那看似两米多高的求修 因为只是背景环境 所以感觉不到丝毫黑洞的引力 也不会被黑洞剥夺光线 真正的黑洞天体 单靠眼睛是看不见的 在地球时代 对于黑洞定义还存在争执 可在宇宙中却早已弄清 那是一塌陷压缩到极致的一个超高密度的天体 比中子星的密度还要大得多 是宇宙中的一些超级恒星演变而成 会吞噬一些靠近它的飞船 行星 陨石 恒星等一切天体 以此来不断强大自身 黑洞也分威力强弱 越强的黑洞影响区域也越大 即使低等的黑洞也得有宇宙尊者实力 才敢立足黑洞核心 若是一些超强黑洞 就是宇宙尊者们大多也得避让着点 选出你的对手舞者 掌控者 幻术师 选择其一 击败即可通过第二十一层 成为宇宙尊者 低沉声音从那黑洞天体中传出 掌控者 罗锋手持兽神兵 直接说道 呼 黑洞上空忽然漂浮出大量的黑点 而后凝聚成一道人影 通体黑色甲铠黑色面具的人类 那人类背负着一柄巨剑 看似巨剑 实际上却是密密麻麻的碎片组合而成 显然属于组合型的念力兵器 罗锋殿下 能够遇到一位借主级挑战者 是我的荣幸 守观者站在那黑洞 天体上方悬浮着 能和二十一层守观者交战 也是我的荣幸 罗锋微笑 我得说 不误透整个空间法则 是无法闯过我这一关的 守观者显得很是优雅 不过我会让殿下感受下 完整空间法则的威力 闯过前机关 殿下应该知道 因为殿下使用的是兽神兵 我却是没法用兽神兵的 我懂 罗锋点头 按理说 选择掌控者后 该使用和自己一样的念力兵器 当年的眼神兵 依旧算是空间法则类兵器的一种 只是掺杂着金之法则 属于法则混用 可法则彼此是没丝毫融合的 可兽神兵 却是融合法则 兵器融合法则 既不是空间法则 又不算金之法则 乃是比空间 金都要更高一层的融合法则 殿下请出手 我若走出手 殿下便没机会了 守观者微笑着彬彬有礼 那就接我一招 罗锋也不说大话 哄 手中的盾牌兽神兵 立即脱离 射出一片片碎片 碎片上的法则密纹 射出万千丝线 彼此迅速串联 罗锋双眸盯着对手 而强大的意志意识 引导世界之力 驱动着那些碎片 随即便是 一头数百米长的兽神出现 哄 兽神化作一道流光 咆哮者直接冲向守观者 周围空间都扭曲撕裂 凤 守观者摇指那咆哮的兽神 一股强大的无形束缚力量 瞬间降临 那原本冲向守观者的兽神 直接在半空中凝固了 甚至连远处站着的罗锋 也是一瞬间就被凝固 完全封印住 那封印束缚力量之强大 连兽神都轻易镇压 被封印镇压的罗锋脸上 还有着震惊 难以置信之色 完整的空间法则 威力超乎你的想象 守观者显得很优雅 殿下你能闯到这一关 已足以自豪 只是完整空间法则 不是殿下你所能 什么 守观者吃惊看着罗锋 此时罗锋的双眸中满是疯狂 面孔上青筋暴凸显得扭曲 就好似进入当年 接收生死传承那种 最极限状态 之前包括闯元室 同天山罗锋 也仅仅是让念力 振服爆发而已 他那强大的意志 并没被逼到极限过 此刻爆发了 意志意识完全飙升到极限 宛如生死传承极限状态 一线编影 给我破 罗锋撕压吼道 意志为帅 意志为将 统领着世界之力 同时遵循着漫长岁月 魔力所掌控的兽神意境 去操纵那头兽神 这一刻 那兽神幻影 似乎变得更加像真正的兽神了 兽神无声咆哮 尾巴也奋力欲要抽打 咔咔咔 空间在震战 兽神尾巴虽然缓慢 却坚定地动了 只听得轰隆 的声音 原本被完全封印的 空间直接被强行破开了 傻 之前优雅的守观者 双眸中迸发出灵力 再无优雅 背上的那柄巨剑 化为无数金光飞出 直接在半空中 凝聚成一巨大的剑刀 一道剑刃直接劈向罗锋 空间锁过之处 直接划拉出一条巨大的沟壑来 罗锋连操控兽神去抵挡 吃吃吃 虽速度略慢 可剑刃依旧划过整个兽神 令兽神崩溃 紧跟着速度又再度飙升 令罗锋逃都来不及逃 一划而过 直接切碎罗锋体内那颗命核 罗锋陨落 失败 看着罗锋消失不见 守观者灵力的眼神收敛起来 轻声道 好可怕的意志 竟强成这样 逼我施展出杀招 就算历代那些 闯递21层成功的宇宙尊者们 当他们成为宇宙尊者时 也很少有意识强横成这样的 而且他还只是个借助 通天桥未免那岛屿中央 坚守者八分面前悬浮这一屏幕 屏幕上正是罗锋和第21层守观者交战场景 原本他笑眯眯想要看罗锋的笑话 看一个绝世天才的笑话也颇有意思 可是很快他表情就变了 风 竟然被破了 逼迫守观者施展杀这一招 坚守者八分张大嘴巴 愣了许久 所有的空间法则守观者 或许使用兵器手段不一 但是都是一样有三招 风杀 顺分别代表封锁脚杀 顺移的进化招数威力要大得多 其中杀 是三者中攻击性最强的一招 而风一般是对付弱者 直接封印抓了 只有遇到难缠对手 才会逼迫用杀 遇到同等对手 才会逼迫到顺杀 风一起使用 混沌城真眼王的府邸 庭院中真眼王正默默坐在那 在他对面闭眼而坐的妖风 终于睁开了眼 哈哈 罗峰 恭喜你闯过原始通天山 闯过通天桥二十层 真眼王抱着那瓶紫火圆九 还以为你闯过原始通天山 就立即停止呢 没想到还去闯那通天桥 是过第二十一层守观者的厉害吧 嗯 很强 风这一招就强得离谱 罗峰正重点头 仅仅那一招风 如果自己的意志差些 或者没三十二倍的念力振服 都根本破不开那一招 由此判断第二十一层 比第二十层难百倍千倍 当然强 真眼王笑道 我们空间法则修炼者 将其分成顺移 绞杀 封锁三大类 是因为整修修炼很难 所以才分类慢慢修炼 可毕竟 它们三者是完整空间法则分开的 一旦联合 那才是完整的 威力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完整空间法则来施展风 那才叫真正的封印 宇宙尊者对那些不朽神灵 可以轻易封印 总之 单单悟透一个类别 而一个完整空间法则 相差百倍千倍 就像神体 我们人类封王不朽 以对法则的感悟能力 所能凝聚稳定的强大神体 也就十万倍借助之力 可一旦成为宇宙尊者 凭借完整的空间法则 所能凝聚的神体 就远远超过我们的神体 单单神体就天差地别 更何况法则感悟 灵魂振服 基因生命层次提升 神体振服 重宝 秘法 自然比我们封王更强 造成总体差距会很大 当然像一些特殊人物 七剑王 你老实我 有时重宝 或许能超过普通宇宙尊者 自创更强秘法 加上特殊际遇 所以你老实我才有资格 算是封王无敌 能在宇宙尊者下 逃掉性命 可也仅仅是逃掉性命 罗峰听的点头 法则感悟二十层 依旧是零碎的法则 完整空间法则 威能就大多了 别烦恼这些事 短短万年 就能创出 媲美七剑王的威名 接近为师 你够厉害了 你出去听听 现在混沌城中 恐怕处处都有议论你的 真眼王笑道 现在别管外面 议论你成什么样 你先陪老师喝酒 这可是你的庆功酒 谁来都拽不走我 我就陪老师喝酒 可给我多喝点 罗峰连道 真眼王一瞪眼 抱着紫火圆酒 一杯就醉了 还多喝 要慢点喝 一点点品 明白明白 罗峰咧嘴一笑 此时 什么强者也忘 法则感悟 创造秘法 一切都抛之脑后 放开身心喝酒醉倒 才是罗峰现在要干的